刘女士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她时刻关注着自己的个人卫生 经常洗手 消毒 她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在大便后用清水洗屁股 尽管这个习惯 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 而且由于公共厕所 并不方便及时清洗屁股 这个习惯 已然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 刘女士依旧坚持了很多年 然而 她的丈夫有一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文章上说 经常洗屁股可能会对肛门周围的皮肤 造成损害 甚至可能会导致感染 她看完文章后非常担心 便把文章拿给刘女士看 建议她停止洗屁股 刘女士看完文章后 也有些困惑了 她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好还是不好 她不想因为自己的习惯 导致健康问题 但又觉得大便后不用水清洗屁股 非常不卫生 于是她决定去问医生 医生听了刘女士的问题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告诉刘女士 其实洗屁股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习惯 并没有硬性规定 一般来说 大便之后 用水洗屁股 去除肛门及周围皮肤上的污物和细菌 防止细菌在肛门周围滋生 好处颇多 因此目前医学界是比较提倡长期坚持变后清洗的 医生还进一步解释说 只要注意清洗力度和擦拭用品 经常洗屁股可能导致的皮肤敏感和感染等问题 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担心用清水洗屁股 会对皮肤造成损害 或者不具备清洗屁股的条件 那么使用柔软的卫生质 或者湿纸巾擦拭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听完医生的解释后 刘女士终于明白了 从那以后 刘女士就按照医生的建议 坚持大便后用水洗屁股的习惯 但会注意清洗的力度适中 会注意使用柔软的卫生质 或者湿纸巾擦拭 以避免对皮肤造成损害 在日常生活中 许多人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 尤其是在大便后 很多人会选择用水洗屁股来保持清洁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可能都不同 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并保持身体的清洁和卫生 然而 有些人对于这个便后水洗的习惯持怀疑态度 担心会对肛门周围的皮肤造成损害 甚至导致感染 那么大便后用水洗屁股真的有必要吗 长期坚持洗屁股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呢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一大便后要不要用水洗屁股 大便后当然要用清水清洗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长期坚持便后洗屁股对身体的好处 一清洁局部 大便后用水清洗屁股可以去除肛门及周围皮肤上的污物和细菌 降低感染的风险 与使用卫生纸擦拭相比 水洗能够更彻底地清洁股门区域 减少残留的细菌和污物 从而降低感染和皮肤问题的风险 二促进血液循环 便后用温水清洗屁股可以有效地调节肛门周围的血液流动 改善外环境中的物质循环 有助于预防痔疮和其他肛周疾病的发生 在排便过程中 肛门周围的肌肉会受到一定的刺激 而水流可以解除刺激源 消除肌肉紧张 促进血液流通 三、缓解不适 对于有痔疮的人 大便后用清水清洗屁股可以缓解肛门的不适感 水洗可以清洁肛门 减少细菌刺激 减轻炎症和水肿 从而缓解痔疮引起的不适 四、防止感染 大便后即使用清水清洗屁股 可以防止细菌在肛门周围滋生 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特别是在使用未经打扫的公共厕所后 那里存在很多人担心内生问题 如果回到家后立刻更换内裤 用清水清洗可以有效地降低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然而 有些人会担心水洗屁股会造成肛门周围皮肤损伤 实际上 只要注意以下几点 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一、水质清洁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仅仅是变后清洁 使用清水清洗即可 并不需要添加各种药物 而且要坚决避免使用脏水或肥皂等化学物质 刺激肛门周围的皮肤 如果家中安装了自动马桶或专用出水管 使用温暖流动的清水 进行变后清洁效果会更好 水流将更有效地带走细菌和污物 二、水温适宜 避免使用过冷或过热的水 刺激肛门周围的皮肤 适宜的温度可以缓解肌肉紧张 促进血液循环 三、力度适宜 轻轻擦拭肛门周围 避免用力过大导致皮肤受损 四、擦拭用品 选择柔软的卫生质或湿纸巾擦拭肛门周围 避免使用粗糙的纸质或过多的质量刺激皮肤 综上所述 大便后用水洗屁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长期坚持这个习惯 可以帮助保持肛门周围的清洁和卫生 预防肛周疾病的发生 当然 在注意清洁的同时 也要注意水质、水温 擦拭用品和力度等方面的问题 避免对皮肤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此外 对于肛肠疾病患者 可以在便后清洗屁股的同时进行作育 有助于缓解症状和促进康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个人卫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然而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细节 那么 如果一个人很少洗屁股 导致他的屁股长期不干净 可能会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呢 二 长期屁股不干净会出现哪些问题 一 皮肤问题 长期屁股不干净可能会导致皮肤问题 由于肛门周围皮肤长时间处于潮湿 多汗的环境中 加上粪便和尿液的残留 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皮肤炎症 如湿疹 骨旋等皮肤病 这些病症一旦发生 可能会带来臊痒 疼痛等不适感 值得一提的是 肛周湿疹的反复发作和缠绵难遇是其重要特点 患者需要长期进行治疗和护理 以减轻症状并预防复发 长时间的不适感和疼痛可能会导致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 二 痔疮 痔疮是一种常见的肛肠疾病 启发病率较高 尤其在男性中更为常见 这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肛门和直肠的解剖结构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以及便秘 腹泻等肠道问题 痔疮的主要症状包括出血 疼痛和肛门脱垂等 严重时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肛门和直肠部位有大量的细菌 包括大肠杆菌 酥状牙包杆菌 念珠菌等 这些细菌如果进入肛门或直肠内 可能会引起感染 导致痔疮的形成 因此 长期屁股不干净 还可能引起痔疮 保持肛门和直肠部位的清洁和卫生 避免感染是预防痔疮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 肛中浓肿 肛痘的特殊结构 使其容易受到粪便和分泌物的影响 从而导致感染和严重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清洗屁股 导致肛周粪便等物质残留 肛痘可能会受到压迫或损伤 使粪便或分泌物进入肛痘 从而引发感染 如果肛痘内的分泌物被阻塞 可能会导致肛痘炎症和感染 进而引发肛线浓肿和肛周浓肿 肛门直肠浓肿 在不断增大的过程中 会逐渐向周围组织扩散 形成更大的感染区域 当浓肿过大或患者自身抵抗力较弱时 浓肿会破溃 形成一个或多个痘道 这就是肛漏形成的过程 肛漏形成后 患者会反复出现肛门周围红肿 疼痛 流浓等症状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长期屁股不干净可能会导致多种问题 包括皮肤问题 痔疮 肛漏和肛周炎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肛门及其周围皮肤的清洁干燥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及时发现病治疗可能出现的疾病 除了这一点外 为了肛门健康和生活质量 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 三 维护肛门健康 还可以做些什么 肛门健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一个健康的肛门 有助于人们的排便顺畅 减少便秘和痔疮等肛门疾病的发生率 肛门疾病不仅会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的痛苦 还可能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 因此 维护肛门健康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首先 通过均衡的饮食习惯来维护肛门健康 是至关重要的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有助于软化粪便 预防便秘 同时 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 也有助于预防便秘和痔疮 饮食中 应避免过多的精细食物和高热量食物 以降低痔疮等疾病的风险 其次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 包括肛门健康 定期进行有氧运动 如散步 跑步等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有助于预防痔疮和其他肛门疾病 此外 进行盆底肌肉锻炼 Cadual运动也可以增强肛门周围的肌肉力量 提高肛门健康的水平 最后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尽量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排便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这有助于形成正常的肠道节律 促进粪便的排出 有便义时 应及时排便 避免忍便不排 长时间忍便 会使肠道对粪便的反应减弱 容易导致便秘 另外 千万不要在厕所久坐 在厕所久坐 会使肛门长时间受到压迫 容易引起痔疮 在排便过程中 应尽量缩短时间 避免在厕所的时间过长 大便之后 要不要用水洗屁股 长期坚持洗的人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长期坚持用水洗屁股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对于女性 有痔疮的人 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来说 更为推荐 维护肛门健康 是保持身体健康的 重要组成部分 避免过度疲劳 和保持正常睡眠 也有助于预防肛门疾病的发生 每个人都应该重视 肛门健康问题 积极采取措施 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